旋转揉入功能也是首先先导入要加工的图形 导进来之后在这个输出里面有一个旋转揉功能要勾选上 这个吸氛是固定死的10万 这个直径是有变动的 这个直径是物体直径 我测量的是31.5 所以就这里输入31.5 切了金是金属 所以说用一图来切割 速度模式切割 输出气体是吹气是弄 然后穿孔一次 速度是功率是45 然后在这里 还有一个穿孔延时 写200就可以 写30 下载文件 首先要不外轴离开然后放按Z 按Z把它 放平台降下去 平台降下去然后放这个旋转轴放上 放上去之后要两侧让它 放最等 到两侧的这个距离让它相等 要不它切出来东西是不形形的 你在这 到这个旋转轴的这个边缘 两侧要相等 这边和这边要相等 放屋起呢 就是用这个随机带的钥子 用一大钥匙把它插到 插到这里面旋转就行了 这边啊把它顶住就行了 顶住就行了 然后下边这个是 移过来之后锁紧 是为了挡住它 夹住它的 不让它动 上就ok了 然后这条线 需要连在侧边 悬转轴接口 直接插上去 把它打下来 悬转轴的轻盘开弯 打到悬转轴的工程上 现在就是按这个歪 是悬转轴动了你看 如果把它打回去 你看把它打回去都是外轴动 我就把这个外轴开在这个 材料上面 或者这个材料上面 要把它这个中心和它的中心要对起来 就这个圆管的中心最高点 和这个黑嘴要对起来 这个的中心 和这个黑嘴的中心要对起来 这样把它打到悬转轴的功能上 这样就可以了 把金属功能打开 一千加加上 一千加加上 这样下载图形就可以切割了 可以按一下测试 这个角度点是测试出气 然后寻椒正不正常 这样就可以开始加工了 开始 这个周团有一个小时的说明 嗯 好吃喔 哎呀